我們現在講導體、背導體 剛剛那個熱的部分呢 後面還有一個凝結熱跟氣化熱 你們各本就要看一下 凝結熱和氣化熱 各本當然要簡單 凝結熱和氣化熱 有空我們去看一下 然後現在講導體的部分 好 我們都知道原子的結構是不是 原子的結構 原子的結構 中指還是什麼 中指 其實原子盒 原子盒有個有些結構 原子盒裡面有直指 中指 原子盒的周圍 旁邊分佈了有所謂的電子的部分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電子並不太不錯 電子主要是只有電子 它大多的電子有些時候可能會跟原子分同做見解 或是說單一的電子的時候 它只有外圍的電子比較容易移動 不要靠近內圍的電子就並不容易移動 卡住 沒錯 沒錯 對 那個 鄭裕啊 陳裕 你好煩喔 不要一直玩 要陳裕 那個電子會只有移動 但是整個原子核來講是不容易移動的 不容易移動的話 基本上它就是在一個分子裡 因為這個分子的結構 大部分裡面的小 我們如果與顯微鏡往下看的話 大部分的結構就是由分子的原子核 原子的原子核所構成的 它是停在那邊不會動的 它表面有一層電子是可能會移動 剛剛什麼 你不是說顯微鏡嗎 顯微鏡 對啊 要看不到啦 顯微鏡要電子顯微鏡也看得到 要電子顯微鏡 要電子顯微鏡 用電子做的顯微鏡 用電子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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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電子做的顯微鏡 整個看屁股 OK 好 那我們再講一個導體或非導體 事實上來分辨就是說 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辦法 讓電流移動 那算是電流移動 算是電子移動 或者是正電二移動 那正電二通常來講 在我們生活中看到正電二的機會比較少 但事實上還是有 譬如像 像 像濾化鈉 鹽水 鹽水溶液裡面呢 我們有 譬如鹽水 濾跟鈉 在裡面對不對 濾化鈉 濾化鈉會解離 變成鈉的正電 跟鈉的附電 把它解離 它解離成鈉的正電 跟鈉的附電 鈉的正電 但是你眼睛看不到看不到 看不到 眼睛還是看不到 這樣電子也看不到 但是電子 基本上只要有電在流動 可以用這樣電表來量 電表呢 就是像這樣一個裝置 喔 這邊有啊 這樣一個裝置 它可以用正電跟負電去接 它可以量電壓電流或電阻 是怎麼樣 合不踩開 我 現在嗎 你要玩什麼 你不要 他把他閉口 現在沒有東西可以量啊 我現在不是要量 我現在可以用這個來量 但是量的部分原理 我們要先理解 它怎麼量 好 那我們先知道一下 什麼是電流 電流是什麼 就是電子的流動 基本上就是 我們通常在講電流 我們都是講說 電的流動 或是這個導體 譬如像這個電線 這電線裡面是有銅絲 它是一個銅的導線 那銅的導線 我們目前來講 已經知道的元素來講 金、銀、銅、銅 這三個是不要用導電的 銅是銅是銅是四次 那導電的話 譬如像我們的銅 銅原子 銅的原子 銅的原子旁邊有幾個電子 一個銅的原子有幾個電子 好多個 好多個 黃金跟銅是哪個比較好導電 銀比較好電 銀比較黃金 銀比較好電 有時候我們會那個 像一般的有時候 像譬如說音響啊 高階的音響 我們音響聽得很好 他就會把那個 插頭 鍍金 鍍金 為什麼鍍銀呢 因為金比較不會氧化 對 他會把這個頭鍍金 鍍金的這個頭 本來一個是二十塊 鍍金都變三百塊 金本 但是這層金呢 沒有值那個價錢 但是鍍的技術比較重要 不在那個金本身的價錢 好 我們看銅 銅的顏值序是二十九 他的顏值量是六十三點五五 但是我們通常用六十四 所以銅的顏值序是二十九 表示什麼 二十九個電子序 老師我可以去拿一下另外一個書來查嗎 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通常用的超直接的一本 OKOKOK 好 銅的顏值序是二十九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是 他的顏值盒裡面幾個子子 二十九 所以他顏值盒外面幾個電子 二九 二九 二九的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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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子是帶出電 電帶出電子 顏值上每個顏值的電動性 算多算少 算 正常來講 我們一般長線來講 算是比較多的 那實際上也還有很多的 譬如像我們常用的電 常用的金屬材料 還有像鐵啦 鐵是多少 銀啊銀的 原子量也很大 原子序啦 原子序也很大 鐵是二十六 鐵跟銅就差一點 銅是二九 鐵是二十六 OK 現在大部分就是到這邊 好 二十九的電子 所以在銅的元素裡面來講 銅的金屬片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想一下 就是很多銅原子 分布在裡面對不對 對 銅原子分布在銅的導體裡面 那這銅外面就是有二十六個電子 但是相反來說 我這個銅是拋在一群電子海裡面 周圍都是電子 所以當我給電壓的時候呢 它就會動 我就會讓這些電子開始移動 電子開始移動 電子移動的話會形成電流 所以我們說這個銅線是導體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金屬都是導體 變得兩導體都被導電了 叫做金屬都被導電 半導體是什麼東西 半導體是別的東西 所以我們想問一下 以前人怎麼定義金屬跟非金屬 就是會不會導電 主要是更早以前 當然是以金屬光澤 這表面有金屬光澤 有金屬光澤 我們就定義它是金屬 沒有金屬光澤就是非金屬 那現在會是導電 現在來講是慢慢地以導電 不導電來定義是不是金屬 那碳也會導電嗎 那個銘性也會導電 對碳會導電 但是碳它大部分是非金屬 碳大部分真的是不導電 還是要導電率 碳棒的導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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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碳心微棒嗎 還是什麼碳棒 什麼碳棒 什麼碳棒會導電 什麼 會導電的碳 導電就是有石墨 對石墨 那導電率如何 導電率 蠻辣的 它會導電 但是它墊子也蠻大的 嗯 真正來講 金屬非金屬的定義 也不是看導電不導電 金屬或非金屬的定義 事實上目前來講 我們知道很多過渡元素 或很多中間的物質 譬如我們看這個 元素素地表 你可以看到嗎 元素素地表來講 我們說 好 這邊的呢 有的是金屬 這邊是非金屬 綠色是金屬 粉紅色是非金屬 黃色叫半導體 半導體也是最近幾年 大概一二十年才慢慢 定義出半導體 碳在哪裡 碳在 這個 粉紅色 粉紅色就是 非金屬的這個 這個第一個 對不對 那它事實上 它會導電 它會導電 那 其他的部分 像 好 這個半導體部分 為什麼半導體 剛剛有那個誰 學員也有半導體 那半導體 那半導體是因為它 本身來講 它需要在某種特殊情況 之下會導電 哦 在某種特殊情況 就會導電 那像我們有講過 那個叫做 以前有人聽過叫做 什麼叫做 在 超導體 有聽過超導體的東西嗎 超導體 超導體就是沒有電子的導體 大部分的電子呢 大部分的這種導電子 導體 它多少都還有一些阻力 電在通過的時候 並不是那麼順利就通過 它是有導電 它是有阻力的 所以電通過的時候 會上失能源 能量會降低 可是當這個導體是 超導體的時候呢 它裡面是沒有電阻的 沒有電阻的 我電的流通 不會有阻力 我能量不會上失 那就是它電流可以幾乎到無限大 剛剛是非常好的 但是 對大概這樣 所以 非金屬或金屬 非金屬或金屬 大部分事實上 我們還有一個分析的方式是說 它的氧化物的水溶液 是呈酸性或呈鹼性 這是另外一個方式來分析 說它到底是金屬或非金屬 對 那現在其實大家在分就是 會分的比較是一個 就是一個金屬 非金屬 還有類金屬 或叫做半導體的部分 那你說導體的部分 像水溶液酸這個導體 你剛剛講 假設是一杯鹽水 裡面有氯鈉的部分 裡面有氯鈉的質 它可以導電 可以導電 我只要通過電的時候 我電是會流通的 我正電進去 負電就出來 這邊負電進去 正電就出來 它是會導通的 電會流通的 所以事實上它也是一個導體 所以只要任何物體 能夠讓電流通 它就是導體 那為什麼你 塑膠棒是不是導體 應該不算吧 不算導體 為什麼不算導體 因為它帶 比較 沒那麼大的電 在上面通過的時候 可以不算通過 怎麼講 我不會解釋 他先講 他先講 我不會解釋 不會解釋 這樣 好 至於 我聽說電壓如果大到一層 多的時候 任何物體都會被提釋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在通壓大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物體是嗎 讓電流通過 這樣 這樣 如果說電壓很大 如果我前面要量它 我要量它 這個是導體的時候 是拿正部電去碰它 電如果能夠導通 這就是導體 對不對 可是如果碰到這樣 這個電壓是非常大 十萬不得 碰到它 那雖然不碰到它 再碰到它 它就開始導電了 為什麼導電 它讓這所有的物質解離 它有很強很強的細力 這電有很強的細力 負電很強的細力 它把空氣都 比如說 空氣都很像水分 氧跟氫 對不對 它很像水分 那水分的氧呢 相對帶負電 切斷當然帶正電 所以當我這前面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電極帶正電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電極帶負電 我是很可能 如果這牆 拉力夠強的話 是可能就把它切斷了 我為什麼要切斷了 切斷就要解離嘛 切斷在的瞬間 是不是 就是我這個就流過去了 直接流過來 電就流動 電流動 電流動外殺到出去 看一下閃電 所以這就是閃電自治大行程 所以自治大空氣 或是這種東西 是不是導體 還要看你的電壓大不大 你的電壓如果超大 那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導電 連空氣都可以導電 OK 這除了真空外的導體 對 真空沒有要導電 沒有物質 電沒有要跳過 中間沒有物質 它沒有要跳過去 沒有電子波可以跳過 但是 一定有物質 比如像極光 極光什麼 跟太陽有關 跟太陽有關 極光也是 宇宙中的射線 這種高能的物質 到地球表面 那因為它是非常低壓的區域 低壓的區域 空氣它比較會被解離 所以能量打到這個低壓的空氣 讓它的電子跑出來 電子就開始移動 電子跑出來的時候 電子又回去的時候 它就會放電 就會發出光 所以極光其實也是閃電的理由 極光嚴格來講 閃電嗎 好像不叫閃電 它比較像離子放電 離子放電 一個原子電出來 就回去 它做這個功能當中 發出光 發出光 那這東西是 像是有沒有玩過離子球 就是一個球 那 嘖嘖嘖嘖 然後手就弄到它 然後嘖嘖 對 那就發出光 那事實上它裡面是低壓的球 它裡面的空氣是被解離 被解離的時候 中間是高壓區 高壓區就會光外輻射出光線 就這樣子 所以它是高壓 空氣解離 解流通道的光線 但它沒有在導電 那我手碰過去的時候 它是有導電 會導電電出來 它脫部玻璃跟導電電出來 這個可以燒穿一個月子 燒穿紙 你有試過 就把紙放在手中間 它直接燒起來 然後手也燒起來 真的嗎 好 這樣沒事 這樣是動紙 所以它上面可以燒起來 真的啊 OK 那能量的月子蠻高的 好 好 所以導電體跟廢道體 這樣清楚吧 老師 欸 那你說 銅啊 它的值指中指電子有幾個 剛剛講幾個 29的 剛剛講說被直接插開 29的 它的值指中指電子 值指是29 電子是29 那中指呢 因為它的原子量是64 所以它的中指是25個 是不是15 不是35個 它的中指35個 好 好 要輕啊 輕啊 輕的值指一個 變成一個 中指0 好 沒有中指 好 基本上中指指 原子量怎麼算 原子量 就等於直指數 加中指數 因為在原子裡面 具有質量的東西 就是直指跟中指 陳佑 你還好嗎 有很累 你還累起來 動一動 洗個臉吧 一個原子裡面 具有質量的東西 是直指跟中指 所以你直指跟中指的數量 就等於它的原子量 這樣子 有點概念嗎 有 所以你的原子序 代表是質量的數 呃 次數 那你的原子量 代表是直指量 中指數 所以中指就是原子量 怎樣 好 那 在我們過去怎麼發現 發現電的 歷史當中 我們曾經看過 歷史記長 有跟他在那個放風針 放風針 好 那忽然跟你放風針 忽然跟你放風針 這事情是個謎 但目前為止 沒有人再重複實驗的經驗 為什麼我太恐怖了 太危險了 雖然也是危險 那事實上 就是沒有人在做過 那 好像有人曾經試過 但是就是被電死了 那個過程是危險的 是危險的 那也不建議 他就把風針放到雲端上去 看看雷是什麼 就發現雷是 午後 雷是有放雷的 沒有 哈哈哈哈 發現雷是電 他就把電導下來 發現他的 他上面放鑰匙 好像固定 他把鑰匙放在上面 一個導線 我記得他把風針 那個鑰匙 他就發現鑰匙會有散電 會有散光 嚇死 有散光 那個是雷 是電的感覺 那我一般的發現電 譬如說像你脫衣服 冬天 尤其是冬天比較乾的時候 在脫這種 像我最近是排行衣 排行衣通常是化學纖維做的 化學纖維就像是塑膠一樣 化學纖維 一般這種化學纖維呢 他平常不是導電池 他電池是被固定在 每個地方的 就每個分子旁邊 他是一個間接非常好的東西 所以電池不會自由移動 電池不會自由移動 有一個空氣動作 有一個電池 登 跑上去 這邊有個電池 那電池會移動 電池停在這裡 那第二個電池 咚 卡上去了 第三個電池 咚 卡上去 第四個 一直卡卡卡 這電池停在這邊就不會動 電池越爬越爬越多 然後呢 這邊就帶很多電 這邊就帶很多電 因為這電池不會移動 我們就要靜電 所以脫衣服也是一樣 你看 我的衣服跟我的身體 皮膚在摩擦 我天天在走路 走路啊 移動啊 過程當中 他就是在摩擦 摩擦的時候 他不小心就從我皮膚抓過電池 就把我平常的電池給抓走了 我皮膚的電池被抓走了之後 這樣這衣服能帶電 有 衣服就帶電了 我身體有沒有帶電 沒有 我身體也帶電 所以人的身體有可能帶電 那這時候 我脫衣服的時候呢 你就看到那個電開始產生火花 因為你在移動過程當中 他某些瞬間 他會開始 我發現可以把電丟出去 因為旁邊剛好有一塊肉 比較容易導電了 我可以把電丟出去 或者電呢 剛好這塊肉呢 也累積一些電 他就丟出來 不管他丟電都丟出來 就可能火花 脫衣服就會產生火花 或者你去坐車 冬天的時候 有沒有那種經驗 就是 坐車的手摸到髮手之後 啪 結果火花從 手跳出去 很痛 對 那我的體質可能比較特別 有經驗累積 所以我那時候在美國 冬天的時候 我坐車的時候 都會非常痛苦 很害怕 一定會被電一下 但是你知道就是被電一下 但是就是很痛啊 你說坐在電腦前面的人 通常都比較有這種狀況 那個是以前的螢幕 以前的螢幕叫做益晶寫之母 可是益晶寫之母 是一級射線 陰體射線 我們等一下再講 陰體射線 事實上會讓你產生今天沒有錯 陰體射線 然後呢 我的做法是 我會拿個鐵 鐵 握緊了 握緊那個鐵 去碰一下 我要摸的東西 我碰一下 這邊先產生電 火花 那這就是因為我手 握得很緊 所以我手已經把那個 火花消失掉了 我電是直接從我皮膚 當它這個金屬棒 所以我碰它的時候呢 火花是在前端 所以我身體就不會痛 我身體就不會有刺痛的感覺 因為火花瞬間 都是大概1000多度的溫度 那一天Johnny跟Johnny 是直接在上手群群是很痛的 你手卻不會受傷 對 對 好 好 比如說在電動 就修音樂中 就是 背信念電到 背信念電到 就是可能去 冬天去開門啊 晚上回家要開門 把握門 把握門 把握門就被電到 沒有這種狀況 對 OK 每個體質不一樣 像有時候坐車 你開車 因為你坐在車上 這個車走長途了 可能走了 300公里200公里 那因為車子的輪胎是全體 車子是全體 這是金屬 那你空氣跟他接觸啊 會摩擦對不對 摩擦之後 你可能把他的電子帶走 或是給他一些電子 他開始帶電了 喔 帶來一些電 他電越帶越多 那裡面的人 所以就帶電了 對 那因為 車子的輪胎是非電的涼導體 它不是導電 所以電不會綁出來 電不會導地板 所以電一直累積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你就有靜電了 你靜電在身上 那你穿著鞋子又不是導體 所以你現在有時候 你身上電會不會倒掉 不會倒掉 不會倒掉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就帶電了 這時候你可能 走出來 要去回到家開門的時候 你就被電倒 你瞬間就把身體的電給放出來 它就會被電倒 可以再講一次嗎 車子在走 走了很快呢 他電會累積在車身上 因為風吹過去 電冷靜在車身上 就會有車上裡面的人 輪胎 輪胎是非導體 所以電出不去 因為車子跟電源接觸 只有輪胎 那有些人呢 有些人會很做 有些人會在輪胎上 放一條線 讓他跟地板接觸 這時候會把車的電給倒掉 通常你身體如果帶太多經電 你人是不舒服的 你人會不舒服 會嗎 有時候會頭暈 會頭痛 對 會痛 對 會非常痛 你什麼 對 他舉手 那個 氧的化學師就是H2O 那這樣不是水嗎 對 H2O 那是水 那你就是水 H2O是水 那氧咧 氧 氧 那它是怎麼被解嚴 氧被解嚴 氧被解嚴 氧 那電極道前面怎麼沒有熱光 你剛才是說兩個水 水跟紫 一般來講空氣洞都有水 很難 完全沒有水的空氣 所以通常我們講說 假設我現在譬如電極道前面的火光 應該也實在是說 我把空氣洞水解了掉 讓水擋電 為什麼呢 有雲的天氣容易擋得 因為那個水分很多 因為濕度高嘛 濕度高電壓大 我容易解離嘛 我就會打雷下來 對不對 悠悠 你好嗎 陳悠 你好 你好嗎 那以前發現電腦的原因是 因為它從琥珀 它去摩擦 就發現有帶電 今天的現象 琥珀 跟毛皮摩擦 這就是帶電電 今天的原因是因為 我譬如說 我剛剛講過了 我的塑膠 跟我一個 另外一個物體摩擦 我跟另外一個物體摩擦 那個就是兩個不同的物體 只要是兩個不同的物體呢 它對電子的需求力就不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 所以兩個當它一起摩擦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地方拿人家 對 想要電子的就把那個 每個人雖然都想要電子 但是想強的比較鬆 就把電子給搶走 那就一邊就帶不電子 得到電子就帶不電子 失去電子就帶真電了 就帶電了 OK 所以在摩擦起電 通常是在我摩擦的過程當中 有一邊想要電子多一點 那有一個電子沒有搶不到 它電子就失去了 所以等於摩擦起電 實際上就是搶電子的過程 好 那 一般來講導體會因為摩擦起電 譬如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金屬棒 這是一個金屬棒 我可以把它摩擦摩擦摩擦 就讓它帶電 應該不行 你手上的電子 跑過去就可以 基本上只要是 你把上面擦走裡面 你應該是發生非常精彩的事 其實基本上摩擦還是可以請 我摩擦它還是跟它請電子 只是因為摩擦它完之後 因為它電子在裡面可以自由移動 所以它很快就從旁邊就折到電子 就是我到摩擦把它電子帶走 它很下心 它就折到電子 所以我感覺到摩擦 沒辦法跟它撐槍 我譬如拿一個塑膠槓 它只是跟它負的太快 所以看不太高 就是它很容易就得到電子 你不知道它怎麼會得到電子 我譬如假設我現在拿個塑膠棒 我拿個布這樣摩擦 摩擦摩擦摩擦 摩擦完了 假設塑膠棒哪邊帶電 你摩擦的地方 只有摩擦的地方帶電 其他地方沒有帶電 對不對 可是金屬棒 我如果真是摩擦摩擦摩擦 會不會帶電 還是會 會 可是如果手握著它 它很快會送我手就得到電子 所以基本上 對 所以假設像車子一樣 就有可能 你看 我們講的車子 它輪胎是絕緣體 它通常都移動 一直摩擦一直摩擦 然後車子都不會帶電 還是會帶電 它車子還是有金電力 重點是它有絕緣體 它把車子的絕緣在空氣當中 如果車內有設施是絕緣體的話 那車子的硬電應該不會傳到人身上 再講一遍 譬如說車上不是有什麼皮質的東西 它不是絕緣體 那應該是外面的電不會被傳到 車子沒有空氣 車子沒有空氣 空氣沒有水分 水分就可能開電了 對啊 你還會經過空氣的接觸 電就擋在你身上 才是有可能的 可能不會被電到 你在車上你可能沒有感覺到電到的感覺 因為你的電壓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現場的感覺是一樣的 但是你下了車之後 就變成呆電體了 我下了車之後就呆電體 我去碰到一個沒 可以呆電體 我電體不會倒空 就跟溫度一樣的流動是一樣的 基本上 譬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這是一個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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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現在給了一個電子 各給一個電子 一個電子 一個電子 電子 電子是一 我給一個電子 它帶一個負電 那負電會在哪裡 換下這個電子 金屬電子會只有一棟嗎 會在哪裡 不確定 還有可能跟金屬的任何一個地方 所以現在哪個答案 就是表面 就是金屬的地方 末端 末端 哪邊是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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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緣 邊緣 可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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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表面的意思 那這個表面 是一樣的意思嗎 我想換個答案 可以嗎 你換答案什麼 這是隨一個地方 隨一個地方 隨便的地方 隨便的地方 離另外一個正面最先的地方 離另外正面最先的地方 金屬裡面到處都是正面 所以它會不會用 金屬裡面到處都是正面 所以這個電子應該在哪裡 在裡面隨便 到處都有啦 離誰最近 你這個附電最近的正面 你這個附電最近的正面 這裡面就到處都有正面 這裡面到處都有 所以你的意思說 放在哪裡就在哪裡 是不是 我這個附電給它的時候 它在哪裡就在哪裡 還是這附電會跑在哪裡 那就是 哪裡越多正面就跑哪裡 哪裡正面最多就跑哪裡 正面是幾乎基本平均分配的 平均 一定是平均分配 一塊鐵 哪邊正面就是 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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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說 不一定 我這個附電給它 拿去給它 因為它結不電 它不會移動 它移動的 你告訴它為什麼要移動 移動的量能量 那為什麼要不動 它為什麼要移動 我讓你猜猜看啊 你要想 猜猜過程就要想 去找其他正面 正面我旁邊也有正面 我放那位置已經有正面了 任何地方都有正面了 對不對 我把這附電給它 給它 它在這裡 它就在這裡了 它不會再動 通通不能這樣 對不對 好了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我現在給它兩個附電 給它兩個附電 兩個電子進去了 給它兩個會在哪裡 越遠越好 會在哪裡 就這個遠來講會在哪裡 同樣位置 同樣位置 兩個附電 我放在 第一個放在這裡 第二個放在這裡 它就不會動了 這樣子嗎 這是刀子 這三個都是基礎 都是導體 越遠越好 好 一個是越遠越好 一個是放在哪裡 就放在哪裡 大概是哪個答案 現在兩個答案 嗯 字節說 越遠越好 這兩個電子分到越遠越好 這一次 蛤 我現在給它兩個電子 剛剛一個電子 我現在給它第二個電子 進去了 等一下這個電子 會不會亂跑 不會 不會亂跑 就是放在哪裡 就是哪裡 對 字節說越遠越好 它有別的答案 它有四個沒有表現 等一下 我覺得它應該會亂 會亂跑 跑去哪裡啊 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一個地方 它會跑去 另外一個敷電 離它有一段距離 要多大的距離 多遠的距離 那個敷電 無法干擾這個敷電的範圍 有可能嗎 在這幾方都是 這個 這個影響力都是 五眼國界 都是到處都有影響 那就 那就越遠越好 越遠越好 好 現在越遠越好兩票 正面 正面在哪裡 沒有 我看錯了 我看錯了 我真的看錯了 那你說會在哪裡 這兩個附電會怎麼分配 我一直覺得 越遠越好 三個 你說什麼 我說那附電 我一直覺得要找人家一塊錢 OK 好 不是一塊錢 好 它會越遠越好 正正正 正 同性相似嘛 啊 好像是 然後 異性相吸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兩個附電 它用排斥力嘛 它在裡面所有的附電都有相吸力 沒有 但是它有排斥力 它用排斥嘛 所以我不喜歡它怎麼辦 越遠越好 所以一個是 走到它不能再走為止 就在 一直在 假設是一個球的話 你應該在正對面 所以就變磁鐵 不會變磁鐵 怎麼變磁鐵 也不想變磁鐵 它是帶電物體而已 它是帶電的金屬 它會變帶兩個附電而已 然後為什麼變磁鐵 等一下 我記得 等一下那個 那如果剛剛好那個附電進去的那個物體裡面 到處不管走到哪邊 都會有廢力 所以它附電很多 等一下 我們現在還有兩個附電 等一下還有更多附電 好 那這個 就一個正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在哪邊 它會分配在哪邊 角落 角落 這邊一個附電 這邊一個附電 兩個附電 這個呢 前後 會在前後 OK 非常好 那前後就是地方 會越遠越好 排斥力嘛 越遠越好 那如果三個呢 中間上面這樣 就這個來講是中間上面下面 OK 左邊 中間 右邊 這個呢 也是中間 這個呢 中間 中間 中間會有嗎 再想清楚喔 中間會有嗎 它會變成三角形 它會變成三角形 都在球的表面喔 啊 對不對 這位是 太好 那如果四個呢 四 你就是說 四個電子 我們來平均分配一下吧 就平均分配嗎 對啊 一個跑出去 就是沒有跑出去的嘛 他為什麼跑出去 一個被拿走 沒有拿走 我現在丟四個 一個為什麼被拿走 這四個 你可以再講一次幾步 這三個導體 我放了四個電子進去 這四個電子應該怎麼分配 平均分配 平均分配 分配在裡面還是在外面 裡面啊 肚子裡面嗎 就是他的金屬裡面嗎 還有表面 表面 表面 四個的時候呢 這就會分配到表面去 又被分配到表面去 我這時候是因為棍子耶 這個會在這邊 棍子呢 棍子一定要體積嘛 實際上如果就是在中間的話 它一定是在外面的表面 表面這個點 表面的頂上 會越遠越好 想辦法越遠越好 甚至有可能是呢 這可能會跑到這邊來 那我覺得不會啦 應該會在這邊 因為他跟他有排斥力 他跟他有排斥力 他會想辦法把那排斥力 最遠的地方 越遠越好 越遠越好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個說法說 一個導體 它的帶電導體的話 它的電子一定分配它的表面 會越遠越好 它不會分配在中間 除非只有一個或三個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在中間把它穩定 越多個的時候 它就只好分配在旁邊去 越旁邊越好 越穩定 距離越來越好 然後變更多 可是那邊有的是 長方形出現的幾個呢 長方形出現五個 可是就該有一個在中間吧 長方形出現五個 它可能一個在這邊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可是它分配在它的圓周的範圍 越遠越好 它在中間的話 它反而會不會幾到 會比較近 要是你放很多的 會不會爆炸 基本上你講了很多個 那個多到多到什麼程度 整個面積三 應該不會有到那種程度 但是你外面電到 為什麼 你放越多 你都爆炸 那是不會爆炸 電荷它沒有 你都爆炸 什麼情況會爆炸 放在波羅裡面 為什麼爆炸 它只說電荷越放越多的時候 為什麼爆炸 電荷越放越多 為什麼爆炸 爆炸的原因是什麼 什麼叫爆炸 爆炸 只是一個形狀 那什麼 什麼情況會爆炸 你看到所有物體來講 我所有的現象 什麼情況之下會爆炸 會爆炸 再講給你 塞到太滿的時候會爆炸 但是你知道嗎 就這個空間來講 這電子是相當相當小的 小到 你可以 放無限多可嗎 你可以放 相對來講 我們人類的能夠理解的 這個數量來講 幾乎是無限多可 所以不太可能會爆炸 不太可能會爆炸 不太可能會爆炸 你放很多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電子可以放了 你旁邊電子可以放的時候 它還沒有滿 一個金屬 一個金屬物體來講 因為電子相對這個 整個原子的結構 相對整個體積來講 電子是相當小的東西 所以塞進去 塞塞塞塞 它不會滿 那是因為那個嗎 那兩個 就是 應該就是說 一個原子 一個原子的直徑 一個原子的直徑 電子的直徑 好恐怖喔 這大概相當 電子的直徑 大概是相當原子直徑的可能性 大概是 先陸就相當大根 放在一塊錢 什麼 就是一個直徑相當大很大的 這樣講會很難知道 陸就相當大 一塊平台怎麼大 大概差了十的三次方倍 就是直徑的部分 這體積的部分就差了十的九次方倍 十的九次方倍 對 比如說這個原子 這個原子大小 你要全部填電子進去的話 你要填十的九次方的電子 要填那麼多電子 才可能會滿 可能比十的九次方更多 這詳細的數量量級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比十的九次方還多 那接下來我們解釋一下接觸起電 在課本上有 你們可以看一下整個靜電的過程 接觸起電就是說 好了 我現在這是一個代電物體 我經過磨砂 磨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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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砂磨砂磨砂 磨砂完了之後這邊是代電的 對不對 我拿這個代電的東西去碰金屬 我那操作過程中做實驗了 有些人都沒做實驗 我在操作 你看看 我在做實驗 我把磨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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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帶電的 我把你帶電 碰到這邊 拿走開 我把我操作 這是倒底 我碰碰它 這樣它會帶電 為什麼不會帶電 因為它要導電 我這邊是 這邊是帶電的 我碰到它之後 因為 我直下看 我剛剛不是講這個 電子會想要分配 我這邊都是 假設這邊都帶負電 這個負電跟這個負電 是這種排斥力 其實他們想離開 這電子是想離開 你才被排斥了 他只沒地方可以去 我碰到這邊 他要去哪裡 他旁邊沒有導體 他要去哪裡 他跑到另外一個 他就不會跑了 可是當我跟他接觸的時候 他這樣 電子就跑過來了 對不對 他的電子就想離開 所以我只要這樣 刮刮刮 這個電子幾乎被有吸走 對不對 所以我這叫接觸幾乎 我就可以讓這邊有帶電 所以有一個科學家很聰明 他做的東西是長這樣 這是最早的禁電收集器 這是一個金屬球 這是一個皮蛋 皮蛋 皮蛋 皮蛋是那個叫做什麼做的 他是用 他是用 他是用像毛皮做的 不是毛皮 用那個 叫什麼 叫 一種就是背導體的東西 然後他旁邊有個刷子 在跟他摩擦 所以當他在旋轉的時候 我這邊就摩擦 就開始帶靜電 帶靜電 我旁邊都帶靜電 帶靜電 到這邊 我碰到這金屬球了 我就把靜電給金屬球 所以這金屬球開始帶電 我越旋轉 他帶越多電 他越一直再電 旁邊呢 有個棒子 那帶很多電的時候就 就閃電 喔 好有趣喔 閃電放電放完了 放電放完 剛剛又有繼續旋轉 他繼續給他電 繼續給他電 繼續給他電 我為什麼沒有這個教材 欸 我等一下 只是兩個不重 等一下 你說什麼 我 怎麼沒有這個教材 欸 因為這教材比較貴 這教材比較貴 我們這裡有影片下的 我幫影片給你們看好不好 我可以 那如果這樣的話 就直接用這樣伸電就好了 但是很慢啊 他在伸電很慢 對 在古時候這樣 是這樣起電沒有錯 這樣產生電 但這樣電用的 很快就用了 就這樣啪叉一下 就沒有電 你說他就啪叉一下 剛開燈就 按 對啊 你開了電 啪叉就沒電 你說什麼 從事到整個 啊這不就像這個 我這裡電比較多 然後那邊沒有電 然後移過去而已 對對對 只讓兩邊平衡而已 對對對 只讓兩邊平衡 沒錯 就這麼平衡 好 所以接觸起電 事實上就是讓電平衡而已 我 我這邊也帶電 對不對 我過去這邊 當他也帶電過去 他就平衡掉了 他是把電轉過去而已 然後再接觸起電 好 那什麼叫感應起電 好 剛剛這是一個金屬物質 這是一個帶電物質 當我把這帶電物質 靠近它的時候 我這邊帶負電 靠近它的時候 還沒接觸 靠近它有沒有接觸 靠近 靠近之後請問這邊會有帶什麼電 正電 正電 這是帶負電 這邊帶負電 這邊帶正電 這邊帶正電 為什麼這邊帶正電 對 對 正不相吸 其實這樣正電不會跑 只是說這個表面的負電被趕走 被我的負電給趕走 喔 被趕去這一邊 所以這邊帶正電 這邊帶什麼電 這邊帶負電 這邊帶負電 電子都跑過來對不對 這時候呢 我跟他開始很靠近 這邊的負電影響到他的負電 他負電趕過來了 所以這時候用一隻手 接觸他 接觸他 接觸的時候會怎麼樣 負電會跑到手裡面 負電會跑到手裡面 對不對 不會電到 不會電到 當我把手移開的時候 在這棒裡面帶什麼電 正電 因為負電被有吸走 對不對 這叫感應起電 所以反過來 假設我現在摩擦摩擦過程當中 是這塊布把電子給拿走 這邊帶什麼電 正電 這邊帶正電 正電 正電空氣這邊的時候 然後這個角落帶什麼電 負電 帶負電對不對 帶負電 因為這個角落被有吸引的話 這邊的負電全部跑過去 這邊帶負電 我這個手就碰他 發生什麼事情 正電在你手上 正電會移動嗎 正電會移動嗎 我身體的負電會流過去 我身體的負電會流過去 因為正電是不流動的 是負電在流動 所以我正電的負電會流過去 所以當我手移開的時候 幫你帶什麼電 負電 就帶負電 知道嗎 這要感應起電 就是我透過感應的方式 然後透過旁邊的協助 我去碰他 讓他產生正電多 或是負電多 正電多的時候 他帶正電 負電多就帶負電 就要感應起電 大家清楚嗎 清楚喔 Hello Hello 我剛剛做了一個實驗 你們有沒有看到喔 好 謝謝 好 那這種聲音跟 那個磁鐵也沒有關係 我們跟磁鐵也沒有關係 可是那個磁鐵也不是 然後就變成負電的正 蛤 不是吧 不是嗎 那個 那個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磁鐵 這是一個針 我這樣刷刷刷 這個針就變成有南北極 而不是正負極 它有磁性 它有磁性 但不是電性 那磁性可以磁鐵 再講一遍 磁性可以磁鐵 每一段時間吧 那有什麼磁鐵跟磁鐵 那是不一樣 磁鐵的做法不一樣 磁鐵做法 你知道嗎 在金屬裡面 在那個金屬裡面 它身上都有一些物質 就只有小磁性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中間只有Ns 為什麼它有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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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有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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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只有小物質有磁性 都有 都有都有 只是它分配的均勻不均勻 你也有磁性 它是真的好 對 它只是 它只是就是 你看所有物質都有它的特性 譬如說 譬如說 為什麼含鐵量多一點 為什麼那個含鐵量長一點 為什麼這個骨頭比較硬 這個骨頭比較軟 每個人特質都一樣 為什麼這個物質會想要電 我不想要電 對不對 我剛剛接觸的時候 為什麼它把我電子搶走了 因為它想要電 我不想要電 就這麼簡單 為什麼這個物質不想要電 這是它的特性 We don't know 那你要往下 我們可以去探究一些原理 譬如說 因為間諜關係 因為什麼樣的關係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比特 少少老師跟加凱講過比特 為什麼有些比特高 有些比特低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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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水的比特是1 鐵的比特可能是0.5 為什麼 它就是這個樣子 就這個樣子 那有沒有別的原因去解釋它 應該是有 應該是有的 但是要講字 解釋它就不要 欸 各位先生 你問了問題 不能去打瞌睡了 因為你已經跳沒有問題了 我沒有跳沒有問題 有啊 我這邊說磁鐵很好做 磁鐵很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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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先跳個題目了 它也沒小物質 但是它的方向不一定 當它方向不一致的時候 這東西有沒有死性 沒有 就沒有死性了 但我拿一個大磁鐵在旁邊 繞不到的時候 摩它摩它摩它 我是強迫它稍微轉個方向 轉轉轉轉 轉到它 大部分都N在這邊 大部分S在這邊 它就變成有死性了 可是這是佔死性了 佔死性 不要像把橡皮圈先繞個圈 我放開之後橡皮圈會繞回來 佔死性 然後我們強迫了 直接它的習度 對不對 那為什麼它變成永久支點 用這個東西 可以用鐵來什麼快速的 這樣插過去 好 很簡單 我就把這個金屬先溶解 溶解 不是溶解 就是加熱 加熱它可以開始轉彎 它的分子可以比較容易轉彎 我旁邊放一個大磁鐵 很大的磁鐵 那我放一個大磁鐵 是比想說它每個小磁鐵都彎過來了 不動啊 都彎過來了 都彎過來了 都彎了 都轉 方向都轉好了對不對 就把這個分子拿去 他就 在幹嘛 他就要轉彎 他轉彎的時候被固定 不容易轉彎 他就不會再轉彎 他轉彎完 他轉彎完之後轉彎的 他轉彎來的時候就被固定 對 他來不去轉彎 你把它拿去做 泡水 或泡油 給它 啊 他就固定了 他就轉不回去了 他就變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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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為什麼磁鐵在加熱的時候 他磁鐵會消失 因為他加熱之後 他就變得容易轉 對 他會變磁鐵 他就可以掉磁鐵 他磁鐵就消失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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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結錢了 不會進 不會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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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